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立国一直循环在灭 环绕生起 我们的幸福快乐就灭掉了 当我们生起幸福健康的时候 环绕就灭掉了 所以生灭 生灭叫做易经 叫做太极 一阴一阳 诸位道 这个叫做道 所以住家的风水也是大道 我们早期啊 在台湾 在大陆 有很多乡下的住家呢 家里时间一到开始不平安 奇奇怪怪的病都来了 那么有人就开始会来问宿问卦 那我早期呢 一一有时间为各位普卦 发现了印证的结果风水 就住家的后院 若是有大树 像这张图 这张图呢 后面有一个大的树 很大的树变成阴师 阴气太重 若在前宫 生脑流 头都流 若在内宫西边 支气管肺结核肺病 在东方肝病 在北方肾脏病 肾脏流 这都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要预防啊 那我就跟做一位我们的信徒 我跟他说 依照卦象 我扑起来 你住家后方玄武的地方 有大树 他树 他就看上那一棵大树 所以他就买了那栋房子 没有想到那栋房子 买了之后 发现进去 阴气很重 我的阴气也让树根 窜到你的房子里面来了 所以你家里感觉表面很清凉 事实上是阴师的凉 那就是生病 生肿瘤 而且 你这个是在 刚好太阳出来的地方 东方 所以你的肝会生瘤 肝病全家人都会发生肝病 尤其 老大 长房 东方是 木嘛 东方是长男 对啊 我家的孩子长男 其实奇怪 只有三十七岁 肝就肿瘤了 那就是风水问题嘛 朋友都会到他那里来坐 来休息 来聊聊天 泡泡茶 你要病的话 你就把那棵树移掉 移到北有地方去了 不要在你的家太近 这样会影响家里的地灵 影响家里的平安 所以依照风水学 易经八卦的方位 你在西北方 就是前宫 前宫就是脑 在南端 南方 就是眼睛高血压 依照八卦 八方 把这地方产生 各种不同的病 这个局势 风水 吉凶霍湖 寥寥分明 各位要注意 地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李宗盛